你好 我是吴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解索尼A7C2 这款相机智能小巧 全伏力量 514克的机身拥有3300万像素 智能AI芯片可识别多达7种拍摄主体 同步支持视频自动过头功能 照片拍摄可实现7级5轴防抖 视频支持防抖增强模式 大大提升了手持操作感 让你的视频创作更加的自如 丰富的一口镜头群 十种创意外观预设 帮助你更轻松地营造视频和照片的氛围感 轻松拿捏直出效果 触摸操作丰富的按键操作 能让你轻松驾驭快速上手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镜头和机身的按键 好 接下来讲解一下索尼的A7C M2镜头安装 那么首先镜头找到咱们的这个白色的这个点点 然后的话呢 机身这个位置也要找到一个白色的点点 两个白色的点点对齐 然后的话呢 顺时针旋转下 听到咔嚓一声 安装完成 那么拆卸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 咱们有这样的一个触点 卡点 那么我们要按下去 拆了逆时针旋转下来 那么我们操作一下 这个手指头呢 把它按下去 然后这里呢 旋转一下 就可以了 拆分 好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索尼A7C M2的电池安装 首先大家一定要选购原装电池 那么在咱们相机的底部这个位置 我们这里拨一下 打开 电池的机身朝外 然后有个蓝色的卡点把它推进去一下 按下去之后 这个蓝色的卡点卡住之后 盖住咱们的机身盖 然后呢 往回拨一下 锁住 那么就完成了电池的安装 我们取下的时候呢 只要翻转过来 同样的道理呢 卡一下卡扣 打开 打开之后 轻轻的按下这个蓝色的 往里面拨一下 相机自动弹出 就可以进行充电 接下来讲解索尼A7C M2的数据卡的安装 那么我们使用的是SD卡 那么在咱们的左侧侧边打开咱们的安装卡 然后的话呢 将咱们的这个芯片朝外 这样子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轻轻的按一下 听到咔嚓一声就弹进去了 闪恒灯说明呢 已经安装成功 把它关上 关上之后呢 这里推一下 就可以完成数据卡的安装 就可以进行拍摄 取卡的时候 先关机 关机之后呢 在左侧这里按下这个卡口 然后呢 我们只要轻轻的往下按一下 那么它就可以弹出来 我们就可以进行数据卡的读取 好 那么接下来讲解咱们这款镜头 那么这枚镜头呢 非常有意思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学一下 我们从底部一直来讲到前面 那么首先呢 可以看到F1 2.8 那么这是一个光圈 恒定光圈2.8 S-70指的是它的焦距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它的光圈值 这边镜头的光圈有两种控制 一种是可以通过来镜头控制 另外一种是可以通过机身来控制 如果说想要通过机身来控制的话呢 我们将这个调整到A 那么方便大家使用的话 大家可以找到这个地方来 可以将它锁定 它就转不过去了 就可以直接利用机身进行光圈的调整 如果我们想要通过镜头进行光圈调整的话呢 那么我们往左边调 调到这个22 16 11 8 5.6 这个呢就是镜头控制光圈 在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按键 这个是一个无机和有机的调整 如果打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转动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声音 那么如果把它关闭的话呢 咱们转动的时候呢 它的声音就会比较的小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光圈的作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2435 50 70 那么这个转动的话呢 就是它的焦距 24的话一般是偏向广角 然后50的话是一个标准焦距 70的话是接近咱们的一个长焦 那么这里有个阻尼设置 可以开高和开低 那么我们把它开一下之后呢 大家去转动这个变焦的时候啊 它的阻力就会比较大 然后我们把它调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更加的丝滑啊 那么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键和这里有一个键呢 那么这两个键很多同学呢 他搞不清 这是一个什么 对焦的保持 也就是类似于AF-on 那么就是一个对焦锁定的键 满足于横拍或者竖拍时按下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AF和MF 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手动对焦和自动对焦 MF是手动对焦 AF是自动对焦 那么当我们调整到MF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通过手转动前面的 这个对焦环来让主体逐渐的清晰 大家请注意 在自动对焦模式下面呢 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转动咱们的这个对焦环 接下来讲解索尼A7CMI的开机 在右上方这个位置 这里off和on 我们轻轻的拨一下 到on这个位置就完成咱们的开机 那么拍完之后 读卡取电池 我们都要往这边拨 就是关机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 索尼A7CMI的曝光模式拨盘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有M档 S档 AV档 P档 还有A2 还有123 这个123是自定义模式 就是你设置好功能之后 可以进行储存 重点来看一下 M是手动档操作 S的时候快门优先 然后A档是光圈优先 还有P档是程序自动 在下一个视频 我会详细的介绍光圈快门ISO 你就会掌握这些功能的使用 那么A2的话呢 就是全自动 你不需要调整任何参数 直接完成拍摄 适合新手入门 接下来讲解 索尼A7CMI的拍照功能 视频功能和升格功能 那么它的主标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轻轻的拨一下 往最左边 最上面是拍照功能 再拨一下 那么它这个黑点对的这里 是视频功能 往这边再拨一下 是它的升格拍摄功能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索尼A7CMI的机身按键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呢 在这个位置是咱们的一个主播盘 然后咱们这个DISP的话呢 是咱们的一个水平仪和拍摄信息的显示 好 接下来旋转屏讲解 那么我们开机之后 旋转屏呢 一般是保持这个姿势 然后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呢 我们一般呢 先把这里打开 打开之后 如果我们是DG位 大家可以稍微的旋转一下 这样子进行拍摄 日常的拍摄呢 我们再旋转一下 把它反过来 盖在这里 就可以完成了咱们的翻转屏的设置 拍摄完毕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归位 就是把它拨开 然后旋转一下 然后把它盖住 保护好咱们的旋转屏 好 接下来讲解 趋光度调整功能 当我们用物镜取景的时候 尤其是戴眼镜的各位小伙伴 有时候呢 屏幕会看不清这里面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按键 叫做趋光度调整 可以往左或者是往右调整 一直调整到 你在目击里面取景 是清晰的为止 好 接下来讲解录像功能 当我们在录像模式 或者拍照模式下 按下这个键 那么它就开启咱们的录像 M档模式下 还可以通过调整光圈快门 进行控制曝光 好 接下来讲解回看照片 以及确认曝光的直方图 那么回看照片呢 我们按下这个三角形 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照片之后呢 我们一般初始显示 是这一个 想看直方图的话 按下这个DISP往上走 那么在这里 就会有直方图的显示 大家学一下直方图的内容 就可以正确的判断 它是否曝光正常 如果它的波状往右边 显示了 过曝往左边一出显示 欠曝 那么一般在中间 只要不往右边或者往左边映出 它的曝光是正常的 好 接下来讲解索尼A7CM2的机身按键 开机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像先找到光圈快门ISO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的话呢 是调整快门速度 左波右波可以调整 这个按键呢 是调整咱们的光圈 左波右波可以完成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显示ISO 然后我们按下之后呢 就可以转动波盘 调整咱们的ISO 下个视频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参数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是调整咱们的一个曝光补偿 曝光补偿功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菜单 菜单的话呢 就是设置所有的一个参数 也是下期视频的重点讲解功能 在这里呢 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找到最下面的一栏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有咱们的一个出厂设置 如果大家相机被别人调乱了 或者自己调乱了 那么大家可以选择出厂设置 然后呢 它就会恢复到一个出厂设置 咱们再进行调整 那么呢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AF-R 那么就是一个对焦锁定功能 然后FN的话 就是咱们的一个快捷调整 可以调整对焦模式 识别目标 还有咱们的测光模式和创意外观 左边这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单张拍摄 连拍和延时拍摄功能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边呢 就是一个回看照片 点一下这里之后 就可以看到之前拍的照片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删除 比如说我要删除这张照片 或者这段视频 然后点击删除 就可以完成咱们的一个设置 这个地方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多功能 热血可以外接闪光灯等拓展功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侧面 这个侧面这里的话呢 我们关机讲解 这个是数据卡 然后我们把这边进行一个拨开 这里的话呢 是咱们的一个麦克风 和咱们的一个Type-C的接口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USB和耳机的一个接口 然后下方的话 就是咱们的一个电池的安装 好 以上的话呢 就是咱们HCMI的机身按键 主要讲解 我们下期再见 加油